因为今天我看到尤其是拿到你 他自从得了一些身体状况不大好 但是他是坚持 因为身体是爸爸妈妈送给你的 你应该要负责任 也要对家里的人负责任 连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在问 因为他觉得你是比你打球更勇士 你有什么心得吗 给那些如果身体状况不大好的人 来拿多利你聊聊一下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怎样 你也是要去面对美健的事情 对不对 要看开一点 就让人要开心 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最重要 还是要注意健康 对不对 现在你看疫情 对不对 我们马来西亚 不管是全世界 美国 我们暂时看的最严重 暂时是印度 对吗 一天差不多4000多个人 我觉得最重要我们恍惚 现在人民大家都要照顾好自己 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个疫情不是单在我们马来西亚 不是单在新加坡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 我觉得最重要我们还是要 stay home 现在新加坡是新加坡是新加坡的 对吗 它是第二阶段 就是出门只有两个人 可以两个人而已 不可以是打包 不可以食堂吃东西 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暂时是不可以在食堂吃可以打包 但是一辆车可以三个人 应该是 但是我们今晚应该9点吧 听说9点 我们首先还是要公布新的那种的SOP 然后我觉得不管是怎样 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 今天多少啊 今天6400多 6400多 6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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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个人在患病那时候 你自己宣布正式宣布退出这个羽毛球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心情真的是很乱啊 因为自己想还是想要坚持多一届的奥运会了 然后因为我觉得好才没有坚持 讲真的 这个应该是天注定给我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是坚持多奥运会多一届 因为奥运会是去年嘛 2020嘛 是你要我坚持再多一年 我觉得是特别辛苦 因为以毛球来说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我觉得会越来越辛苦 因为也是 因为这个疫情嘛 再延迟到2021近年 今年嘛 然后今年7月份才开始奥运会嘛 然后我觉得是 对啊 你本来这一届你是打算打这一届的 对对 然后就是 你们讲话来叫我 然后刚才就是身体出了状况 然后过后的时候就找一点退役吧 是我觉得没有退役 也是现在的情况也是打不了 因为原始一年 我觉得我们的税数越来越高 我觉得体能力会来越下降 然后 你觉得打一毛球啊 打一毛球最好的年龄是几岁 我觉得最好的那种的状态应该二三四岁吧 二三十岁 二十三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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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啊 看到全世界的国手了 最高的年龄是几岁 最高年龄啊 啊 你讲最高年龄也是有人打那种 美国有一个球员五六十岁 比你更老也是有打 在国际的比赛 真的真的 真的 那代表美国去打我们的世界领标赛 他也有去 但是他是 第一次打还是那个几岁 就是就出局了 然后你讲这种顶级的运动员 在前十名的运动员 我觉得最多三十五六岁 最高年龄 了解了解了解 因为陈文宏是双打嘛 来文宏我问你一下 你这个你这个双打拿到最高世界排名是第几 哎呦没有用了啦 排第一不了了 你干人啊 你这种不肌骂 干人啊 真的要屌你 世界排名第一你还要怎么样 你没有用了 你问他逗汉 真的 因为成绩不够理想 世界排名第一 不难了 为什么呢 你问他逗汉 世界排名第一 就是你参赛比赛多第一 然后你要保持一个世界第一 也没有这样容易 其实他 文宏的意思是讲 他很多冠军他没有拿到 像奥运冠军啊 世界冠军他进的决赛 他就像我一样有遗憾 没有拿到那个冠军 但是他觉得世界第一很容易 但是给别人来说 世界第一是很难 每个人的想法 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文宏你聊看看 你觉得最遗憾的啊 是输在哪一场 你觉得 你觉得你个人啊 你的以求 以求这一生里面啊 你最遗憾 拿不到什么冠军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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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点啦 Banker 5点啦 Player要补牌吗 Kanina要补啦 几吧 你跟人家讲赌货 Kanina 你跟人家讲赌货 你跟人家讲赌货 Banker 5点 0点 还有四字牌可以补的 没有 现在 有人问吗 我就回答先 不然 他们 可以 你知道吗 可以 可以 奥运奥运啦 我最遗憾的比赛啊 啊 就是奥运会跟世界锦标赛啦 因为 进到决赛 奥运会我进到八强啦 但是那时候我是 奥运会的第一种子嘛 然后我是世界第一嘛 然后是热门啊 Keko 八强就 Ace Cream出来了 哈哈哈哈 是吧 输得很成 输哪一个国家 输哪一个国家 我是输那一届的冠军啦 不过 我跟他的 我跟他的对打是6比0 我没有输过给他 哇 真的吗 那那时候还年轻嘛 不会掌握心态嘛 然后就 啊 嗯 因为奥运会 其实奥运会最重要还是心态 哦 但是但是 奥运会啊 对一个运动员来讲 是好像最高的荣誉嘛 我觉得 对 这个是每一个运动员 最想参加的比赛 然后最大的比赛 在每一个运动员 跟你讲 你当时拿到最高荣誉的 是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冠军 哪一个冠军 其实 很多冠军都很大的意义啊 对我 我觉得 肯定是很想赢奥运会 但是奥运会我三界拿第二名嘛 三界奥运会 然后都 三界都是输给中国 然后 输谁啊 输给中国 输两次给林丹 输一次给陈隆 林丹啊 两次输给林丹 一次输给陈隆 林丹啊 你被人被看见 你被一定拿你来 单单单单单 然后 好像我 我看到Facebook 你有赢林丹一次啊 我有赢他很多次 但是不一样的比赛 但是 那个Facebook 我2016年的奥运会 四枪我赢林丹 然后决赛输给陈隆 陈隆啊 陈隆决赛我打陈隆 看你那 他是不是 你应该你换名 换红金堡啊 就给他打 陈隆啊 那个拍戏的陈隆啊 不是啦 陈隆是中国的 不是那个拍戏的陈隆 干你那 陈隆啊 人家讲好好 你骂不鸡 你来的就 咔嚼咔嚼 干你那 因为 因为以毛球 我真的以毛球 我有一点 因为就是那一年 呃 呃 你这种人 人家问好 你就插来 叫陈隆 那样呢 你不会说红金堡 哈哈哈哈 真一件 真一件 你赢的赢的奖金最多的一次是哪一次 您的奖金最多一次是奥运会啦 每个奥运会是最多的嘛 啊国家有没有给你钱啊 国家给30万 哇 哇 吴龙 你拿冠军国家给你多少钱 30万银帮啊 他都拿 哈 真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呃 国家 国家会给 呃 30万 然后自己的 像我是槟城的嘛 槟城会给你 呃 槟城会给你5万块 然后 35 啊 然后国家 然后 呃 商业人都会送你物质 然后 还有什么 还有退休金 物资啊 啊 物资 对 嗯 呃文宏你呢 你拿到什么懒 你拿到什么懒妹妹 甘音啦现在 1万要到1万9的 你敢敢讲 甘音啦我们这边是应该今天吹水的 敢敢讲 哎拿多力都敢敢讲出来 他这些不必要给人家知道 哎今天暴露了 当年他拿到冠军30万 槟城的那个州政府给5万 还有sponsor给物资 给车 给这些sponsor的 你加起来差不多百多万 你呢 了解 你啦你啦你冠军啦 我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啊 我 我打的时候很少罢了 你们差不多吗 你 你你你你你 因为 因为陈文宏啊 他打算打 他的奖金要分两个人 然后我一个人 是吗 一个人拿完 对对对对 真的吗 对 他叫比如30万还是他拿一个奖金 15万他要分两个人一个人去忘 对对对 对对我真的不是不要乱 有一个大梦 很好奇 那时候呢我们陈文宏 2006年赢亚印会冠军多少钱 大梦在问 大梦有在问 大概大概多少 我很好奇 那时候2006年赢亚印会冠军拿多少钱 不到十万 不到十万块 两个人分吗 每个人分吗 一个人一个人不到十万 一个人不到十万 有什么赢产品有送物资吗 这些 有啦拿到那个地 六扯长四扯过的 什么东西 拿到地啊 六扯长四扯过那种啊 看啥 那种地 地啊 出扯扯扯过 是扯扯扯上 我已经 凌米已经 control很多个 现在两万亿了 两万亿了 你不要干了 你不要以小小你 我跟你讲啊 我没可以问的 你们两个双身为马来西亚的代表 双打跟单打 你觉得马来西亚有没有后续有人 后续有人肯定有的 人是很 你看到 你看谁 我们单家 暂时我们马来西亚有几个年轻的球员 谁 已经退役了 我们全部都退役了 就新的一代上来 肯定 OK 你看到谁 就我们现在暂时刚刚赢的 也是最最热的那个新闻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南单赢 那个全英赛的那个历史较 哦那个年轻人啊 对对对 哦 陈文咯 我问你一下双打你看到谁 马来西亚 我不敢讲啊 因为我不是最好那个 我不敢讲太多啊 甘尼娜你 甘尼娜你很奇怪的 每次聊到羽毛球 你全部退给NATOLI 为什么为什么 NATOLI是我大哥的朋友 我知道你双打嘛 你双打嘛 他单打不一样嘛 一样了嘛 他在马来西亚他是羽毛球的大哥 我一定是要给他讲 因为我不是做到最好不能讲 我不能讲人你懂吗 我讲人我现在不口水了 你懂不懂 怎么呢 我做到最好 没有性秀 敢敢讲啦 对不对 不是敢敢讲 我是可以敢敢讲 问题是说 人家觉得我做不不好 为什么我还要去讲人啊 你明白吗 但是你也赢过冠军啊 不代表马来西亚的立场 也不代表新加坡的立场 是代表我的立场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一个直播就两个直播就拿了55000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55000太高调处理 我觉得了太高调处理 因为毕竟如果你要帮某一个人 我觉得私下会比open公开更好 我觉得比如讲你私下帮这个人 你给他直播 你给他工作 一样好像那时候我欠债的时候 梁志强给我机会 就是给我很多工作 但是梁志强没有说给我多少钱 对不对 当时他就叫我拍戏拍广告 他就没有讲出我给王雷有一笔钱 多少钱拍片酬 因为当年我在落难的时候 我是猜我在拍我们的故事 拍我们的故事的时候 梁志强也没有跳出来说 他给我多少钱 我觉得人就是那么这样 我觉得他处理方式是 他要面对很多债主 债主是真的一定会给你录 反正你现在会赚钱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应该低调 尽量接多一点 这些商业的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价钱不要太高 因为你现在高 有些现在疫情大家都很辛苦 商家要叫你来站台 反而你这个价钱会吓跑人家 我个人觉得 哭不哭 赌不赌 人家在 情绪控制的不好 我觉得了 人可能太多那些债主给他压力 给他压力 他可能想到要还债 我跟你讲 现在的陈文宏你不要笑 你别跟你讲真的 现在的人最怕什么 拿多利 你听我讲 现在人最怕什么 这一手赚来的钱 另外一手还起给人家 自己剩一点都没有 这个是现在人最怕的事情 最怕的事情 我跟你讲最怕的事情 因为你做到钥匙 像我当年一样 唱歌台 我在做歌台 做主持人 我们做了三个小时 七点半start 十点收场 我跟你讲 我的钱不会超过十点十五分 在我的 pocket 因为我一定拿到片酬 唱酬 我马上阿龙在台下等 我就马上还阿龙 每天都是过着这样 没有剩钱 我松巴 我发誓 我没有讲片话 所以刚才你 为什么我问你的 因为我有看你的故事 你也是对 然后过后 也是很辛苦的过程 然后其实现在网络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上这一周 其实人家问你 YBB你认识 其实你讲不认识 是不可能 因为你做Face 他上去就有读他的故事 然后经过这个事情 就是我问你 你经过这个事情 每个人都经过这个事情 都不一样 然后我就想请教 就是问你 刚才你说的 你是对 就是说他的赚的钱 处理的太高调 但是我觉得 因为每个人都想他还债 对不对 然后他也想赚了这个钱 快快给人家还债 但是我觉得是很一个 他面对的事情 我不是听他说还是什么 我们叫他来看来说 他真的面对很大的挑战 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你拿到55,000 55,000 5万5 你给还这个债主 还得多 还得那一个还得少 你分配的不平 你就完蛋了 因为你已经公开 你赚多少钱了 第一 你的债主会找你 第二 相信马来西亚的 也会追着他 也会追着他 所以这两关他都要过 所以我觉得太高调 我个人 我个人 不代表马来西亚人 不代表新加坡人 我代表马六甲海峡 我代表马六甲海峡 对不对 来 陈农 轮到林北问你了 对这个YBB的事情的看法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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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吗 对吗 输了就是要面对了吗 又要做工还钱了吗 对不对 这样你出来做工 怎么要哭呢 对不对 不用哭了吗 你输了就是输了吗 赌博你知道了吗 有赌人都知道 输就是要面对了吗 对不对 怎么还要哭呢 但是他女生呢 如果他是女生呢 他是女生应该会哭吧 他哭你哭要有眼泪 对吗 哭你哭的好吗 胡椒粉跟他擦擦好来吗 对吗 给他留多一点 干净啦 没有流泪 然后流泪 没有流泪 上来又卖鸡排呀 我觉得 干净啦 这个是你个人啊 你个人不代表拿斗力 也不代表我们啊 干净啦 因为我个人啊 因为知道了吗 你讲赌的话 对不对 讲老师我也是有赌啦 但是输了这样 你没有个人在在 开直播库的吗 跟人家讲 你输很多钱的吗 对不对 输了就是输了嘛 所以我们就要去游戏面对 然后赚钱还人家啦 这个是我个人看法啦 但是你哭就要哭要有眼泪 不可以哭没有眼泪的吗 对啦 但是他女生啦 他是女生啦 没有他是女生 但是他哭一定要有眼泪 你明白讲话吗 陈默红讲的也是有道理啦 哭了没有 但是我是没有看啦 但是问题我觉得 我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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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 真的是给网民也是会很多的进攻 因为现在网络世界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这个人家进攻他 讲啊他的很多事情啊 又什么跳楼不跳楼啊 什么啊在拍戏 我觉得他真的是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每个人的挑战都不一样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我不是为了他说话啦 对不对 我真的是他也不简单 要去面对很多的事情 对对对对 大家都有做错事情 大家一个人一次的机会去改过自己 对对对 那些酸民啦 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看到他有一个酸民 我不懂他是酸你还是酸我啦 我觉得是酸我比较多啦 我不懂啦 你做直播啦 那些网民啊每次干你啊 对啊 你觉得会怎样 怎样看 我干你呢 我跟你讲啊 那些酸民啊 很多人这个酸民就等于霸凌 你知道吗 就是霸凌 霸凌跟酸民是一样 好听一点是酸民 不好听就是霸凌 接下去我跟你讲 我要送他们几个字 人在座 天在看 他也有家里人 我们在网络在卖 我希望了吗 我的孙女以后看到我的video 以前阿公赚钱那么辛苦 对不对 每个人 各人 各 我跟你讲啊 有谁啊 有谁去做鸡的 他喜欢给人家屌 我讲真的 女孩子啦 她是没有办法 为了家里人 她去做鸡 他一个哈妈 他的哈妈就 你为他要 他为了生活 他为了钱 一样呢 我们给霸凌 给人家屌啊 给人家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也可以忍而已 所以我现在最好一个办法 所以你现在有要2万6的人在看 要2万7的人在看 如果你今天是做直播 千万不要怕他们 我公开的我跟你讲 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网民也好 艺人也好 电影明星也好 谁啦 我跟你讲 我敢担保 只有王磊敢在公开骂人家出话 连comment都是我本身在骂 所以有的 因为那些霸凌 以为你是很好吃 你是艺人啦 我吃你过过啦 我一定我屌你 你不敢屌毁我的啦 每个双民霸凌 他都这样 造成很多那些主播啦 艺人啦 承受不了跳楼 你看韩国的跳楼啦 香港也是跳楼啦 台湾也是很多跳楼 我跟你讲 林北就是不怕你们 林北今年60岁了 还要怕你们那些 干你那keyboard dog 我讲真的是不是要怕你们 keyboard dog 我还要怕你们 我不怕的 我60岁怕什么东西 我现在在做直播是为了三场 我为了我未雨绸缪 下来没有电影拍呢 下来没有歌台呢 我是不是要储夕一笔钱给我养老 哇那些霸凌就来了 为什么会有造成霸凌 因为他们得了红眼症 昂霸 昂霸 为什么他那么容易得到 为什么拿多力可以拿冠军 我不可以拿冠军 为什么拿多力可以拿到奥运牌 什么陈文宏可以拿到全英赛什么 我很勤劳 我也是每天在练我一直在练我一直在练我请最好的我每天在打 但是我打不成绩打不出成绩 主播一样我一直在卖鱼我在卖什么懒什么懒的都卖 但是我卖的成绩不比王蕾好 对不对 我跟你讲什么东西现在一定有霸凌在看 跟你讲 三分天注定 七分是靠我们努力出来 对对对 我讲真的是努力得来的不是天 你会拿多力 看他下来就会smack了 哇 看你那陈文宏杀伤力最强 我跟你讲 陈文宏所有的网民 现在有27万27千人在看 陈文宏是有名的杀伤力最强的 我跟你讲 他有一次跟你们讲 他在他在短的小片 那个鼓鼓的小片 摇摇摇到他的懒怕不见一力 因为他手力太强了 摇摇摇摇 所以他们不知道你们吃过的苦 因为你们拿到双打冠军 单打冠军 以为轻轻的 以为轻轻拿到 看你那你有看 你有看那个李国皇演的NATOLI 那个那一场电影吗 那个是真实NATOLI 班上打赢你 从小就父母很穷 对不对 在甘冬出世慢慢练球 有这个机会就 你看 被多少人排挤 才有今天的李宗伟 对不对 干嘛的 干嘛陈文宏是干林娜 也是轻轻的 可能轻轻的 可以这样讲 因为两面不一样 因为我看刺苦 我看到你的电影 我看过你的电影 对不对 本来那部电影可能票房很好 因为你就请了李国皇 如果你当时请了我 可能票房会更好 都到了 感谢这个网民 还有刚才那个Mr. 从新加坡标我的球牌 也感恩你们 感谢你们 这个疫情 大家都辛苦的时间 能坚触 然后能回馈社会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然后我也今天也谢谢 王磊大哥 和陈文宏 我们一起直播 是开玩笑的 对吗 你是做笑 对对 做一个慈善的 一个网络 对对对 这个是我的第一次 跟你们一起直播 然后希望你们下来的 在网络卖东西 越卖越好 卖了过后赚到钱 能做多一点慈善 能回馈社会 这个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每次也是 看到王磊大哥的直播 就是每次 你也是赚到钱 你是回馈社会 然后会帮更穷的人 去做很多善事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像陈文宏这样 现在他也是在网络 卖一些东西 也是回馈社会 帮到更多的人 我觉得是一件的好事 我觉得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很快的可以过去 然后不管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 全世界的人都要 真的身体健康 要照顾好自己 因为马来西亚 真的现在是比较严重 每一天6000多 过人重 我觉得我呼吁大家 能就在家 真的必不得已的 没法子的 要出门的去买菜 做一些事情 比较重要的 就没有发生 能的话 暂时这段时间 能待在家是最好的 我们的吹水战 今天的两个小时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他们来帮忙 做很多的慈善 这是我是第一次 跟你们直播这样 开开玩笑这样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然后有什么我们做错的东西 讲不好的东西 对不起 希望你们能多多的 原谅 能多多的 帮忙和感恩你们大家 还有温红来发表一些 讲一些意见 今天的这个直播 你们太认真了 我有一点压力 因为我在这里 我要谢谢所有的网民 来看我们的直播 也谢谢 王雷大哥还有Dato Lee 可以来到这一场直播 然后也要谢谢这个 John Mock 标了我的球拍 然后还有一些 新加坡丹春 对新加坡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有买咖啡的 不管有买咖啡还是有买干粮 捐给我们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新加坡有是吗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全部马来西亚 我觉得我今天学的 学了一样东西 就是我觉得 我不用骂错话也可以的 我不用骂错话也可以的 所以我今天我希望 你们再进来 30 30这样丢 丢进来 因为我觉得10多万还是不够 你们觉得那些标不到的人 你们可以捐1000啊500啊 你就018 218 2727 继续说你们要几套 我们一套是30块 或者跟我们的陈文宏 他的咖啡是69块 他的老板答应捐5000块出来 所以我希望今天 我们已经10万块 已经达到目标 已经超过 所以我们只是开玩笑 没有想到要抽款 就是刚才兴趣 就讲讲标标标标 哪里知道真的是会破100千 我真的恳求世界和平 还有祝福所有你们30块 一套的也好 两套的也好 十套的好 好人一生平安 要祝福所有的今天收看我们的好朋友 你们这个礼拜中头奖二奖三奖 没有看的人全部中马屎好不好 没有来看的中马屎就好 来看的全部中头奖好不好 真的要祝福大家 我要哭了 你讲到太感动了 谢谢大家 真的谢谢大家 所以你们要去买咖啡 去丹布冬那边 要买那个精华器 018 218 2727 一样 要买30套 这个要30块一套干粮 送去甘榜的 好不好 也是一样 018 218 27 2727 好不好 祝福大家平安 记住哦 Stay at home 戴口罩 黎一鸣 记住啊 好不好 罗子等一下 等一下 有人讲 等一下 有一个 夜罗子啊 夜罗子一百套啊 对啊 夜罗子一百套 新加坡的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啊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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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